哈喽大家好 我是陆子言 今天呢 我就要给大家来宣布一件大事 公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 其实本来呢 我是想以这种普通人的方式和你们相处 但是换来的确实是太小了 所以 我今天必须要大声地告诉你 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 来自斗火大陆上 爆圈中的最强传人 我的武魂就是 就是 哇 这个 不是这个箱子 而是箱子里那里 东西 最强气武魂 呜呼 浩天锤 神 哈哈哈哈 有点大 有点重啊 吓我一大挑 还有一个支架 呜呜呜呜呜 斗火大陆上 最强的气武魂 天下地宗 浩天宗的 传承武魂 浩天锤 有它在上 吞巴斗火大陆 直日可来 哈 怎么现在的我 这么重啊 有点受不了啊 这个呢 是我从网上刮了 100多买的 浩天锤 全金属的 所以拿在手里面 相当的重 哎呀 轻轻放下 总体的长度 达到了 35厘米 锤子部分 也有15厘米 重达1.5千克 刮了大价钱买的 就是不一样 朝上面的这个花纹 做到了极致 还有正面 锤柄部分呢 就稍微有点普通了 重点都在锤子上面 那么买了这一把 浩天锤 到底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锤呗 买了它 到底干什么 我在网上啊 就看到了几个 比较精彩的回答 有网友就问了 买这个 我可以成为分厚斗罗吗 另一个网友的回答 也非常的精彩 旧魂箭 随便弄它们 可以吃钉子吗 可以的 加个魂环 就行了 有了这个之后 可以把比比东打死吗 不知道 但是在家 拿在手里 你绝对失望的 现在的网友 真的是越来越机智了 你敢问 我就敢答 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这些笑话呢 一听而过就可以了 它真正的用法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小弟果 出道保镜 今天呢 就给大家表演一个 胸口 碎大蛇 来 上石头 人呢 没人 没人的话 我今天就给大家表演一个 自己锤自己 哎呀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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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配 没办法 要不然我绝对给大家表演一个 胸口 可惜 刚才表演不成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 锤子断 真没有锤子 没有锤子 锤子倒是还好 没多大事 我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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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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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